就感觉已经在一段很长时间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矛盾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surprise 也没有什么刺激点 感觉这个关系摇摇欲坠 或者是不温不火 这个是 嘿嘿嘿嘿 No You want to say hi 我回来了 我的妈 我每次喝coctel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到底能喝多少 因为他那个酒 就是跟朋友 如果你想跟朋友一块 做startup 或做business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challenge 就可能有的人说 是因为分赃不均呢 或者是因为 就是觉得你们这个利益 分配的不均衡什么的 不是这样 我们不太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合作中出现的一些小摩擦 日积月累 就会变成一种怨念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的早上 刚出去溜完它回来 我昨天晚上吃了 12块排骨 我是后来数那个骨头嘛 有12块骨头 但是我肯定吃了more than12块 因为有的肉它没有骨头 太夸张了 我不能再这么吃了 而且我之前是那种 每一顿饭没有绿色蔬菜 我是不吃饭的那种 什么土豆 豆角 茄子 黄瓜 在我这都不算蔬菜 就是对我来说 蔬菜一定是带叶的那种 绿色的才叫蔬菜 张老师回来之后 因为他的饮食习惯 就是无肉不欢那种嘛 他是没有肉不吃饭的 而且他就是一口蔬菜 都不吃的那样子 所以他就把我的饮食习惯有点 有点掰过去了 因为他做菜实在是太香了 就是香到你根本就想不到说 我还要吃个蔬菜 你根本想不到 然后我就最近又有一点 别秘 anyway不说了 今天晚上有一个double date 就是跟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makeup artist 一个小姐姐叫Ruth 然后还有她男朋友 我们四个人一块有一个double date 我觉得这个double date 其实是情侣关系一个 就算是一剂两药吧 就是你可以从一个当事人 变成一个旁观者 去回头反思自己的关系 就你可能看到他们的相处模式 可能我们有些不足 或者我们觉得这样可以 就improve我们的关系的话 就有一些做法 你可以学习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也可以说 你看我觉得他们这样不太好 我们可以避免以后这样怎么怎么样 今天说的有点多 关键是dala进笼子里面了 然后我就比较安静 比较quiet的时间 来跟camera说说话 今天处理好我的工作之后 就带dala去狗公园 如果你没有狗狗 但是你喜欢狗狗 或者你想找一个地方疗愈自己的心情的话 你可以去狗公园 去撸一撸别人的狗 哇你看那狗狗在那追着风跑啊什么的 其实对你最近的压力是一个非常大的环节 anyway 其实我感觉我比dala更喜欢去狗公园 感觉是带我自己去放风的 hello大家好吗 今天是星期六的中午 下午了 我们准备带dala去趟狗公园 把它能量都用光耗光 这样我们也可以好好出去吃个饭 走了爸爸 走了爸爸 妈妈的宝宝 他这个尾巴好开心哦 好开心哦 这个尾巴一直在扫 哎呦 哦 哇 舔了一嘴防晒吧 这边两只狗狗 她有点害怕 Are you happy? Are you happy? OK 根本不理我 Hi Hello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一块录一个化妆视频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录过这个类型的视频 今天想着录一下呢 就是觉得平时我化的妆都太简单了 就是随便描亮一下 今天稍微用粘力 给大家一块拍一下 我已经上过底妆和唇膏了 这个是Evan小姐姐给我的一个 Clarins的Skin & Illusion 涂完底妆之后直接上修容 这个修容Loroc这个盘子我用了很久了 然后这一盘是Make Up For Ever我自己拼的一个盘 抱歉有点脏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买各种各样的眼影盘 那个时候彩妆是一个很booming的一个状态 就是推荐的人也特别特别多 铺天盖地也都是各种各样的广告 那个时候我还是很不理智 现在我感觉对于彩妆品的热爱 我已经非常的告一段落了 然后今天想用这个Kiss Kiss 娇蓝的这个Kiss Kiss Texture很好 然后也比较自然一点了 眼影我今天用这一盘吧 然后脏了 它只有两个雾面色 然后这个是珠光色 这个黑色呢它有点小亮片 但是涂在深色的 就涂在眼尾根本看不出来它的亮片 剩下三个都是大闪片 我觉得Mark Jacob的大闪片做的是真的不错 真的可以跟Tom Ford媲美一下 所以我就先用这个颜色打个底吧 珠光色比较好晕染 我就真用手了 沾这个最深的这个颜色 眼影先这样 先画眉毛 因为我一般画完眉毛 画完眼睫毛之后 我就觉得 哦 眼影好淡啊 对 然后再补 不着急 我是不太会画 什么毛流感啊 我真的画不出来 我的毛流感都是靠睫毛膏给刷出来了 完全不会画 太难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跟眉笔没关系 因为我见过好多厉害的化妆师就拿那种特别普通的那种 用卷笔刀卷的那种眉笔都能画出来一根一根的 就完全看手法 会拿刚才这个眼影刷 沾这个最深的这个黑色 然后再加重眼睛 就正对着你黑眼人这一段这个眉笔 就只加重这一段就行 这也是我跟一个化妆师学的 然后再用这个睫毛膏 我特别喜欢这个蓝蔻的这个 应该就是仙长款 而且要先刷眉尾 这样的话最多的product都留在眉尾这个地方 就不会让你眉头显得特别的重 哇 就有一种野生眉的感觉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修容稍微重一点 然后修容跟腮红的颜色稍微匹配一点 然后眼妆亮一点 睫毛涂一涂 ok了 其实今天比较重要的小 tip 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个眉毛中段这个地方 一定要加深一点 就让你整个眉眼显得更有深一点 ok那我们就去double date了 I think we can order one or two dishes for the table we can share we don't have to yeah yeah that sounds better right yeah because we all have the seepord can take the main courses seepord so like probably the truffles wine the truffles win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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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ave you guys decided the cocktails or the wine that you can yeah I have several of mine already I mean as far as sour goes and not sweet uh-huh I mean including doing something like a whiskey sour or even a bourbon sour we do whiskey sour and the other one? bou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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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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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et's get sour from here sure thank you anything for the gentleman the main lobsters the main lobsters that we typically have around here they're larger like the South Americans are larger they're more buttery sweeter and they I think this tastes better and they're really good they're really good they're really good okay but I'm not a fan of seafood maybe? yeah I'm not a fan of seafood you like seafood? you like seafood? no really I like seafood yeah you guys are tasty what do we have going on over here? yeah you want to say hi? yeah are we pretty pretty? yeah can I? and we produce around us yeah I live in Boston previously and people were crazy go bobster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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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sters